不少政治分析认为,来届大选或没有阵营可以单独执政 行动党秘书长陆扎福早前也提出选后结盟的概念 并指行动党不排除选后与巫统合作 马华总秘书拿督张胜文如何评价行动党提出的选后结盟概念呢? 这一个就是另外一种欺骗选民的一种方式 在野党一再提出大帐篷的这个战略 其实就是把完全不同理念的政党配合在一起 最终就是分类,最终就是内讧 明连也是这样倒台,西蒙也是这样倒台 陆召福提出的选后结盟就是我们现在不结盟 我们选后再来看哪一些政党 足够票的我们凑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党 它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欺骗选民 有这个反跳槽法 个人跳槽是必须要补选的 它整个党跳槽就不需要 这样你选后结盟 它就能够绕过这个反跳槽法 就是这一种欺骗 但是你说如果行动党在多次的场合表态 我们可以和任何政党合作 包括武统 这个就对选民的这个打脸打得非常的明显 因为是行动党不断的要谋划武统 但是却为了要执政 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 常常用这句话 如果真的发生了 历史就重演第三次 第一次和回教党合作 结果失败告终 第二就是跟兔团 为了要执政 可以跟他们最讨厌的马列合作 然后封他为行动中的首相 然后还是失败告终 结果自己倒台 然后就一直怪罪别人 抢到他们的部长的位置 怪别人怎么样夺取他们的政权 其实就是你们自己分立 谁来夺取你政权 那如果第三次 真的选后再跟武统的话 那就是重掏三次的这种 历史的重演 这对国家多大的破坏 只有真正开箱过我们才知道 同样的当时有很多 很矛盾的言论 说纳吉是带来更大的灾难 有一些又说纳吉会带来更多的选票 全部你开箱过后 又有另外的资源起手了 所以没有必要去猜测 它的影响力到哪 而且大家都明确的知道 现在游离票是大大增加 所以就证明说大家都没有铁票 会不会换掉这个执政党 就要看这个在于党能不能够提出 好的政港好的希望 而西蒙上一届就提出了 让人很难抗拒的一些政策 取消Dol 然后马上降低油价 取消BTPTN 这个不需要还 那个不需要还 当然也带出了老马 一个大家认为说 有非常执政经验的人 而不是安华 若是安华的话 可能好一些马来的人 可能不会投稀 所以找对的人 也对了希望 但是同时这个希望给的太高了 在22个月过后的破灭带来的 后果是惨淡的 大家也看到很清楚 感谢观看